那接下来我可能用这一二三种方式来去做 如果说在就是公家机关的影片 尽量不要做那个拼图 或者是一些其他花俏的做法 例如说我就介绍这一种好了 其他你们就自己回去看 因为都很好玩 有点像这种制作拼图 很像最近脸书它也在推行 假设你放了七张图片制作为电影 就是这一种 那我们先介绍制作幻灯片 那这里又有模板跟原创 我建议你们可以选择这个模板 就是善用它里面已经有的模板 那你等一下就可能直接按确定 好所以我们点选模板 当然你也可以用原创 就是自己去设计 好我们先用模板好了 模板在这个地方 应该可以发现一件事 一刚开始影片一定会有一个开场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些照片 好这是最基本的 还有这一种 就是它把那几张照片变成是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展现 好看你喜欢哪一种 看你喜欢哪一种 然后我现在就是大概看了一下 好假设我要选择这一种好了 我选上面这一种好了 假设我选这一种 就一张照片跑出来 第二张照片跑出来 这样感觉好像就比较不是很平淡的这种幻灯片 而是蛮有特效的幻灯片 好下一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选照片了 点一次就是第一张就放进来 然后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那刚刚它是不是一张一张这样 从小然后放大 从小放大 这样子来去呈现 也就是说等一下这四张就会分别这样子来去呈现 好下一步 那我们现在就来播 看看咯 你看是不是第一张就跑出来了 第二张 第三张 这就比较不太像那个一个网站的介绍了 所以这是模板的使用 那请问 如果说假设你已经选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下一步做什么事情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如果你把它下载下来到自己的电脑 很抱歉 它要收费 如果您直接分享出去 例如说 透过脸书分享出去 然后YouTube分享出去 免费 可能您还没有听得很清楚 因为笑的声音不够大声 我要告诉您 它这一套软体呢 分享是不用钱的 分享到脸书上面 分享到YouTube上面 不用钱 可是当你今天要把刚刚那一个你看到的动态画面把它存到本极端 这边有下载吗 它要收费 所以我们等一下是直接请你发布到YouTube上面 所以这点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的 或者是你直接发布到脸书上面 这样我们才能够增加一点影片的量 可是呢 我会觉得刚刚我们做的这样子一个内容不太适合跑预设的那种模板 幻灯片模板 所以我们先关掉 接下来我会觉得说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选择一种幻灯片模板吗 它这边是不是做由小变到大 由小变到大 所以基本上我会觉得说 是不是把这些 这些的 那个制作幻灯片的内容呢 全部都取消掉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我刚刚是不是选模板吗 对不对 我应该自己来去设定 因为我根本就不要由小变到大 所以如果你选刚刚我这种的话 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把它拿掉 拿掉的方式 就是这样子把它搬出去外面 它这样子在去播放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 你看我现在播放换灯片 这个还是会有这些字 我再修正一下 您看在这个地方 这个特效 有看到吗 特效 直接把特效搬走 这边这个特效 所以特效这边修改 修改 拿掉 它就不会动了 关掉 这个快速点两下 然后图片的特效 然后图片的特效 修改 拿掉 因为我觉得 刚刚那样子的一个 换灯片的特效呢 这边比较不太适合 就是不要把它放大 拿掉 好 好那我已经把所有的这个特效拿掉了 所以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播放的影片 好 一刚开始长这样子嘛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 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输入国立阳明大学 然后现在就到了国立阳明大学 然后结束 这是我用模板的方式 很单纯的做出来 这种版型 所以接下来就要请你们来去动手做一下 做到这个地方 好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看你们要不要使用预设的投影片 幻灯片的版本